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手向的一些案例 手掌整体厚实软绵 皮肤比较有润泽 脑力劳动居多 在手向当中天文跟感情线 天文感情线上面有一条平行的纹路 称为理财纹 很粗很明显 在投资方面是很擅长 感情线的这个纹路比较复杂 那么中间出现断裂 而且从结婚线来看 结婚线下垂延伸到感情线 那么在家庭当中应该是33岁左右 有过一次婚姻的变化 从手向当中可以看出 婚姻有此一节 有姻缘会发生变动 这是一个从手向的纹路 感情线的断裂可以看到这一点 健康上不错 健康上很好 今后也没有什么大病大灾 日子是过得比较安逸 事情发展也是比较稳定 突破性不大 老年生活比较幸福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智慧线 智慧线它断开 错开又延续 这个是就是在这个精神上面 容易有一些精力无法集中 或者是往往有一些隐隐的投机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这个事业呢不够稳定啊 事业稳定 这个事业稳定的前提呢是这个 这个生命线的 前面的早年呢 有一些家庭环境的变化 或者是这个变动 生活的变动啊 因为可能从小家庭的 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变故 导致你的这个生活也发生变化 早年有一些坎坷 那么事业方面 政裁和这个事业方面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事业线呢 到了这个智慧线就已经停止了 往往是因为呢 自己的事业往往是因为自己的选择啊 由于自己的这个智慧不够啊 导致呢 事业中断 或者是事业遇到瓶颈 这是事业线没有过智慧线啊 就是止于智慧线 止于人文啊 止于天文呢 往往是因为感情而破财 或者是感情方面的因素呢 导致这个事业上出现阻碍 我们看这个 这个手像当中呢 注意肠胃啊 在21到22岁之前呢 容易身体啊 发生不好的情况 大病 体质不行啊 自己呢 学业也不好啊 这个不会是高学历 桃花也比较弱啊 这个没有什么异性 事业上 手上啊 事业线基本上没有啊 反而是健康线出现这个 断断续续 所以说健康方面 有一些问题 好了 有关这个手像的实例呢 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 手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